青春十八十八? 啊 什麼啊 你很常常穿路 管理非常好 因為我穿丟... 穿丟嘎 許光漢跟韓宗黑話罵死吧 修圖愛穿丟嘎的外皮 我該做什麼表情 我該做什麼表情 你不停留下來 你不停留下來 許光漢是前夫韓宗 邀請餐桌成為首輯外國來賓 宣傳電影青春十八乘以二 他在電影裡老穿著雕嘎 節目主超好奇 因為穿雕嘎 很困難 很好的 這樣就閉嘴 對 太多特寫 我怕大家會轉台 因為以前有一段時間是 可能要拍攝平面的模特兒 那時候也是要賺錢 養自己 所以就覺得 會怕弄髒別人的衣服 所以就想說 自己裡面穿一個吊嘎 這個習慣就慢慢 就有點養成了 就變成是好像 突然 不穿吊嘎 只穿 T恤會有一點點 奇怪 這可能是我個人的一個 小小的 怪癖吧 不過在宣傳電影時 無理光漢歐巴講話 太官方被主持人連連喊打咩 我看到這個劇本 其實我第一時間 會有我對於這個角色的 想像 所以今天就要來賺錢 就要來賺錢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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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今天會不在意 18x2 36 嗯36 為什麼字幕是這樣的? 啊因為... 我也不知道 哈哈哈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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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喔我的名字 就是大家看過之後 都可以從這部電影當中 得到屬於自己的療癒 啊 會太正式嗎 真的嗎 什麼表館去看就對了 哈哈哈哈哈哈 喔 最後一位 《生日努力》 《記者監獄會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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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覺得現在的夢想 可能是想要找回一些 自己的生活方式 《記者監獄會》 《記者監獄會》 啊 哈哈哈哈 我的夢想就是 希望找到一個可以 躺著就可以賺錢的工作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《記者監獄會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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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